第四十三集 寻找宝藏的人和一个秘密 你有没有患过春卷症? 两种春卷症都患过? 没错 春卷症也分两种 在暖和的春天 你是不是有时候会感觉又困又累 特别慵懒 不想学习 不想工作 连玩都不想 也不想吃饭 这呀就是第一种春卷症 另外在春天 你有时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精力充沛 甚至有些焦躁不安 是不是觉得一刻都坐不住 就只想狂跑一阵 大叫一声或翻几个跟头 甚至有没有觉得任何事都难不倒你 任何人都比不过你 这就是第二种春卷症 事实上啊 中世纪之后 全世界好像都染上了春卷症 而且是第二种春卷症 也就是经历过分的旺盛 不过这种春卷症啊 可不像普通的春卷症 只在春天发作几天 它持续了好几年 1400年左右 意大利最先染上了这种春卷症 就像寒冬过后 万物在春天开始复苏 到处都是鲜花绿叶 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后 绘画 建筑 写作 雕塑 探索 发现 贸易等事物 也迎来了复苏的春天 开始百花齐放 这个复苏的时代 就是我们所说的文艺复兴时代 复兴也就是重生再生的意思 文艺复兴时期 人们重然对古代记忆和知识的兴趣 这种重新点燃的兴趣 就像一种快速传播的病菌 让整个世界都感染上了 文艺复兴这场春卷症 人们开始挖掘出 自古罗马时期 便埋在地底下的雕塑和建筑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文学作品 也重新公布于世 广为传阅 在学习古人艺术成就的同时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 也为艺术做出了许多伟大贡献 最早开始全面研究古罗马雕像的雕塑家中 有一位叫做多纳泰罗 多纳泰罗住在弗罗伦萨 不过当时啊 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的时候啊 他曾经和一个名叫布鲁内莱斯基的朋友 去了罗马 到了罗马之后 这两个朋友整天都待在那些古老的废墟里 想方设法寻找漂亮的古罗马艺术品 布鲁内莱斯基对建筑很感兴趣 所以他到处测量古罗马建筑的尺寸 而多纳泰罗则一心寻找雕像 没过多久 他们就被人称为寻宝人 因为他们看起来 就像一直在找埋在地下的宝藏 两个寻宝人回到弗罗伦萨之后 多纳泰罗雕刻了一座 为唱歌者而建的漂亮的大理师画廊 安放在弗罗伦萨大教堂的一端当作墙壁 他在画廊的外部刻了很多小孩 看起来就像正在跳舞唱歌的丘比特 这件雕塑作品啊很了不起 看上去栩栩如生 多纳泰罗另一个著名的雕像 位于弗罗伦萨一个教堂外部 这座雕像刻的是圣乔治 圣乔治是罗马军队中的一名基督徒 那个时候啊 基督徒正遭受迫害 所以信奉基督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为了显示不怕被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 圣乔治在自己的盾牌上 佩戴了一个白底红字的十字架 所以从那以后啊 人们便把这种白底红字的十字架 叫做圣乔治十字 现在英格兰的国旗上也有这样一个十字 因为圣乔治是英国人最喜爱的圣人 圣乔治非常勇敢 当罗马帝王开始下令迫害基督徒时 圣乔治觐见罗马帝王 要求他停止迫害 正是因为这样 再加上圣乔治自身也是个基督徒 罗马帝王便将他处死了 当然 由于圣乔治生活的年代很久远了 多纳泰罗并不知道圣乔治本人到底长什么样 所以他雕刻的圣乔治像 并不是圣乔治真实的样子 他只是按照他认为这位英俊 勇敢的年轻基督军官 应当具有的形象来雕刻的 不过许多人都和多纳泰罗的想法不谋而合 也认为圣乔治就应当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座雕像变得非常有名 另外这座雕像还很逼真 看上去栩栩如生 据说 有人曾对多纳泰罗说 这座雕像其他都很好 只是存在一个问题 因为担心这个人真的发现了什么缺陷 多纳泰罗毛问道 什么问题 那个人回答说 哎呀 问题就在于啊 他不会说话 多纳泰罗最著名的作品 雕刻的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 我在下一集啊 还会再详细的跟你介绍一下 他的这件作品 因为在这一集里 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不过呀 你得首先告诉我 你能保守住秘密吗 多纳泰罗有一个朋友 也是雕塑家 他有一个秘密 而且是个绝妙的秘密 除了他收养的儿子以外 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这个被收养的儿子 后来又有五个儿子 等他的儿子们都长大之后 他又把这个秘密啊 告诉了他的五个儿子 所以这个秘密 就成了一个家庭秘密 最初知道这个秘密的那位雕塑家 叫卢卡德拉罗比亚 他和多纳泰罗一样 也住在弗洛伦萨 因为他比多纳泰罗年纪要小一些 我们就把他称为 文艺复兴时期第二伟大的雕塑家 卢卡德拉罗比亚的作品 主要是大理石雕像和青铜雕像 他也雕刻过一座大理石画廊 位于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另一端 和多纳泰罗的大理石画廊刚好相对 多纳泰罗的画廊外侧 刻有许多唱歌的小男孩 卢卡德拉罗比亚的画廊外侧 也刻了许多同样的小孩 但是如果你凑近 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 卢卡德拉罗比亚刻出来的男孩 比多纳泰罗的更漂亮 这是因为呀 多纳泰罗的雕刻较粗糙 完成的没有卢卡的平滑 可如果你站在大教堂内 远远观看这两幅画廊 你会发现 正因为多纳泰罗刻画的人物比较粗糙 他们反而更加显眼 所以呀 这两件作品是不相上下 各有长处 这两座画廊都很珍贵 所以现在已经从大教堂 搬到了博物馆 哦 我们差点忘了秘密那回事了 卢卡德拉罗比亚呀 发现用大理石雕刻很费时 而且大理石还非常昂贵 所以在完成这件作品拿到工资之后 他发现自己根本没赚到什么钱 青铜也和大理石有一样的缺陷 于是啊 他决定找到一种既容易雕刻 又不贵的材料来做雕像 后来他果然找到了 你猜是什么呢 不是木头也不是石头 当然更不是大理石或青铜了 是粘土 你肯定会说 没什么了不起啊 古希腊人不就用过粘土吗 我还记得那个什么塔纳格拉那些小陶俑呢 你说的没错 但先别着急呀 听我慢慢解释 卢卡德拉罗比亚用的是赤陶土没错 但接下来的才是他的秘密所在 在完成粘土雕像之后 罗比亚会在雕像的外面 夹图一层像玻璃一样的物体 叫做右 然后再把雕像放到炉子里被烧一定时间 他的秘密啊 就在上右 也叫磁化的过程 上了右的雕像 就能像大理石一样 经受得起 风吹雨打 可以长久的保存下去 如果没有上右 赤陶土便会很快破裂 其他的雕塑家 也尝试做过这种上了右的赤陶土像 但是他们做出来的 都不及罗比亚的精美 罗比亚的上右秘方 的确非常成功 卢卡德拉罗比亚 在上右陶器上做的雕塑 大部分都是浮雕 其中浮雕部分 通常是大理石般的白色 背景则是美丽的蓝色阴影 卢卡德拉罗比亚 给赤陶土上右的秘方 交给了他的羊子 也就是他的侄子 名叫安德里亚德拉鲁比亚 安德里亚后来 几乎和卢卡一样有名 安德里亚大部分作品 都是用上右陶土做成的 尽管他做的雕像 肉体部分都是白色 但他在浮雕中 做了更多的颜色 他的代表作是圣母和圣子 在弗洛伦萨儿童医院的外部 安德里亚雕刻了一系列的赤陶高浮雕 刻画的是尚在强宝中的婴儿 每个婴儿像 分别单独刻在一个圆形背景之上 你可能看过这些婴儿像的石膏模型 但石膏模型都是白色的 并不是安德里亚原作的颜色 在弗洛伦萨儿童医院里亚原作的颜色